相爱八年,我和男朋友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但是婚纱的时候,却看到小我十岁的男朋友在微信群里问想婚前找点刺激 不然太无聊了,兄弟们有什么推荐吗? 01,陈嘉文想出轨了 我是在是婚纱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 当时,她的干妹妹把聊天记录截图挑衅式的发给我看 她用一种炫耀又怜悯的语气给我发语音 男人永远都喜欢年轻的 你又老又无聊,哥哥愿意跟你结婚就不错了 你不会连这点小事都介意吧 我摘掉洁白的头纱,点开截图 一眼就看到那熟悉的情侣头像 这微信群我也有印象,里面都是她的兄弟和发小 她的干妹妹是群里唯一的女生 我的未婚夫在群里说一想到要跟她结婚 往后都过着死水一样毫无波澜的日子 我就含毛直竖 老女人是真的无聊 十岁的年龄差 放古代都能当我妈了 懂的都懂 奉劝各位兄弟们吸取我的血泪教训 微信群里 她的兄弟们都在鼓掌叫好 哈哈哈哈 诚哥 你终于想开了 我一直没看出来那个老女人有什么好 at甜甜真甜 甜甜你 嘉文哥现在空虚寂寞冷 不请他喝杯酒安慰安慰吗 at甜甜真甜 甜甜快赏 陈哥马上就是已婚男人了 你再想请他喝酒可就难了 我的指尖有些发抖 心如雷鼓 咚咚咚的仿佛就在耳边大声跳动 因为比陈嘉文大十岁 我一直都是情侣中成熟且包容的角色 从未坐天坐地的翻过她的手机 没想到 她就是这样在她的朋友面前评价我的 果然 没有一个女人能活着从男朋友的手机里走出去 我自虐一样的继续向后翻着聊天截图 她的干妹妹从善如流的发出邀请 不许瞎说 嘉文哥永远不会不理我的 哥哥今晚来接我下班好吗 请你喝酒哦 不许不开心了 陈嘉文很快回复 好 几点 六点 不见不散哦 么么哒 手机里 干妹妹挑衅的语音一条接着一条 婚纱店的店员都看不过去了 愤慨地说 当小三还这么嚣张 真是见死了 我极为冷静客观地开口评价 因为她有嚣张的底气 真奇怪 我本来以为自己会歇斯底里崩溃的大哭一场 会跑去质问陈嘉文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会张牙舞爪去挠得小三满脸花 没想到 我却异常的平静 平静地无视掉陈嘉文给我发的今晚加班 晚点回来的消息 平静地给我的闺蜜们群发消息 姐妹们 今晚让我们嗨起来 平静地回复 他们震惊的疑问 没什么原因 就是庆祝我重回单身 我有洁癖脏了的东西 我就不要了 02 等着我闺蜜们赶来的时候 小三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接了 反正无聊 就当是免费看她演戏 电话背景里有嘈杂的音乐声 听起来像是在酒吧里 里面传来陈嘉文的声音 你都想象不到她有多无趣 每天公司家里 两点一线 生活过得千篇一律 一点激情都没有 你能想象吗 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要带饭去公司 同事下属都在笑话 我是不是还和妈妈一起住 都死人了 干妹妹假模假样的劝别这么说 嘉文哥 他把你打理得井井有条 多贤惠啊 陈嘉文不耐烦地说 我不想年纪轻轻 就被锁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 嘿 哥们我要听不下去了 你是往哪个方向磕头 才找到的这种好老婆 如果能有人给我做便当 我能哭着吃完 你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 这种女人现在打着灯笼都难找 陈嘉文漫不经心 你喜欢 那送给你了 我挂断了电话 不想再听下去 我从来不知道 她对我居然有这么多的不满和抱怨 也许是相处的时间太长了 陈嘉文似乎忘记 当年被一顿饭感动到痛哭流涕的人 是她 刚在一起时 我心疼她做酒吧助长歌手 上班时间太晚 不能按时吃饭 就做了便当带给她 18岁的陈嘉文又酷又帅 像是一头小马鞠 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她放下吉他 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给我做的 我点点头快吃吧 以后记得按时吃饭 本来你的胃就不好 别仗着年轻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陈嘉文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爬饭 头却越埋越低 几乎要埋进饭里 怎么了 不合口味吗 我奇怪地弯腰去看她的表情 却发现她的眼泪正大颗大颗地从眼眶里滚落出来 18岁的少年拼命隐忍着哽咽 眼睛红得像是兔子 我联系地给她擦去眼泪 摸摸她刺刺的头发 快擦擦眼泪 一会儿你的粉丝来了 让他们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他们敢 陈嘉文瞪圆了眼睛 像头小老虎 她吸了吸鼻子 眼睛里面爱意明亮姐姐 你的饭真好吃 和我梦里家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想吃一辈子 好不好 我失笑 笑她的天真一辈子太远了 你会腻的 才不会 我和姐姐在一起 永远也不会腻 当年 她的满腔炽热让我心动 恍惚间 我仿佛觉得自己真的能和她走过一辈子 没想到 才过了短短八年 她就腻了 不只是对我的饭 还对我这个人 我不再是她手心里的珍宝 而是能随随便便送给人的废品垃圾 03 单身派对持续到半夜才结束 我的闺蜜们乐得蹦高 说我终于从恋爱脑的状态里脱离出来了 说我又有钱又有盐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那个渣男根本就不值得托付一生 看 多可笑 大家全都看出来了 只有我一个人自欺欺人 紧紧抓着他的余温 心存侥幸 我下车后 醉眼朦胧地往家走 刚到楼下 陈嘉文就气急败坏地从单元门里跑了出来 你去哪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看着他皱起来的眉眼 仿佛看到了八年前因为联系不上我而交集的少年 手机没电了 我不在意地回答 陈嘉文对我的态度不满极了 一路都在说没有正经女人会出去喝酒 让我保证以后六点之前准时回家 不许出去瞎疯 多讽刺 嫌弃我两点一线生活枯燥的也是他 要求我不许有娱乐生活的也是他 电梯缓缓上升 即将到家的时候突然猛地一晃 停了下来灯光闪烁两下 啪的一声陷入黑暗 嘉文 我瞬间被吓得下意识 叫他的名字 酒一瞬间就醒了 陈嘉文却没有回应我 他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暴躁地拍了几下电梯门 黑暗像是一团浓墨 紧紧将我包围 陈嘉文已经按了电梯里的报警键 物业让我们耐心等待工作人员的到来 可我却哆哆嗦地蜷缩在角落里 只觉得每一秒都度日如年 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 小时候玩桌迷藏 我藏进了一口哭井里 一天一夜之后才被家里人找到 从那之后 我只要一去到黑暗的幽闭空间 就大脑一片空白 不受控制的浑身发抖 嘉文 我害怕 黑暗中仿佛有无数鬼魅浮动 我紧闭双眼 强忍着恐惧向他一点点挪动 伸手拽住他的裤脚 你烦不烦啊 陈嘉文掰开我的手指 无语极了 大姐 你是38岁 不是18岁 装什么怕黑 他大步走到电梯里离我最远的那一头 可我腿脚发软 已经没有力气再挪过去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枯井里 又冷又怕 哭到绝望 我拼命瞪大双眼 看向陈嘉文的方向 耳边仿佛想起了 他曾经信誓旦旦的诺言十一姐 虽然你比我大 但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18岁的小女孩 我会一辈子保护你的 我裂了裂嘴 突然有点想哭 不知道在黑暗中过了多久 就在我神经紧绷到激进崩溃的时候 维修人员从外面打开了电梯 我脸色苍白地回了家 将所有的灯全部都打开 陈嘉文没事人一样地哼着歌去洗澡了 虚脱式的摊坐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儿 我把手机冲上电 刚开机 一通电话就打了进来 顾小姐 你和陈先生的婚纱照已经出片了 请问这周六方便和你爱人来选片吗 我鼻子一酸 喉咙紧地说不出话 谁的电话啊 陈嘉文擦着头发走出来 紧实的线条大咧咧地在外面录着 我挂断电话 看向他的眼睛 陈嘉文 我们分手吧 04 他好像很震惊 擦头发的手好半天都忘了动一下 有些慌乱走过来解释别闹了 是因为我刚才态度不好吗 我那是气你也不归宿 说的都是气话 我没有回答他 疲惫地捏了捏眉心 今天太晚了 再留你住一夜 你睡沙发 明天一早就叫搬家公司吧 为什么 陈嘉文委屈地质问 好像我才是那个负心汉 因为我是个无趣的老女人 生活千篇一律 给不了你喜欢的刺激 陈嘉文像是被打了一闷棍 半想之后 才走到卧室门口说 你都知道了 我背对着他躺着 没说话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只是我以为我可以安定下来 一辈子为你而停留 很抱歉 我尝试过 努力过 但做不到 我们分手吧 我的心脏猛然一缩 一瞬间 26岁的陈嘉文 低沉成熟的声线 仿佛和我记忆中 那个18岁的少年 重合了起来 8年前自从我和朋友们一起去陈嘉文在的那家酒吧庆祝生殖之后 我就被他缠上了 18岁的少年 弃而不舍 有着撞了南墙也要把南墙撞碎的勇气 2 Boss 还不走呀 可别让小帅哥等太久哦 加班开完会 我的下属嘻嘻哈哈的调侃 我头疼的看了一眼 窗外 陈嘉文站在写字楼大厦的外面 衣服要等到天荒地老的架势 我招惹不起 直接和秘书换了车 打算偷偷溜走 却又被他识破 拦了下来 让开 否则我就撞上去了 我板着脸 冷宁的气势 吓得陈嘉文脸色一白 姐姐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他仍固执的不肯让路 酷帅的脸上露出可怜兮兮的委屈表情 让我几乎招架不住 我叹了口气 闭开眼神 不去看他那张杀伤力极强的脸 小弟弟 你的迷妹那么多 为什么非要追我呢 我不喜欢他们 我只喜欢你 下班高峰期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无奈地打开车门 勾了勾手上车 陈嘉文灿然一笑 欢天喜地地跑过来 在车上 他似乎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不停地推销着自己 作为18岁的大男孩 陈嘉文其实挺优秀的 他会很多种乐器 唱歌好听 会滑雪 会滑板 几乎年轻人里 所有新鲜的玩意 他都有着百分百的热情去尝试 陈嘉文 我打断他 到 他立刻小学生一样 正经畏作 紧张地看着我 我被他逗得唇角上扬 然后又严肃起来 认真地和他说 如果我现在18岁 我会毫不犹豫地和你谈一场恋爱 但我现在28了 比你大10岁 陈嘉文笑嘻嘻地不以为然 大10岁怎么了 女大三抱金砖 大10岁我能抱三块砖 我无奈地摇摇头 你会觉得无趣的 我上班很累 加班是常态 下班之后疲惫地只想回家躺着 没有精力陪你一起疯 一起玩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他沉默了 可下一秒 却飞快地凑上来 亲了我脸颊一下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放弃 姐姐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我不要那些刺激了 我可以安定下来 一辈子为你停留 当年 不论我怎么敢都不肯走的陈嘉文 现在亲自把自己说的话咽了回去 他后悔了 我早就猜到结局 可却偏偏一无反顾地陪他赌了一场 05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干 陈嘉文留了张纸条 说他搬走了 剩下的都是不要的 让我看着处理 我四处看了看 他只带走了他的吉他 这房子里到处都是他生活的气息 我根本无从下手 想了想 干脆联系中介挂牌卖掉 我又搬回了和陈嘉文同居之前住的那套豪华海景房 我很喜欢这套房子的无敌一线海景 但陈嘉文不喜欢 他嫌弃潮湿的海风会损坏他的乐器 嫌弃这个社区没有篮球场也没有滑板场 一点都没有活力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连我也被嫌弃了 收拾完之后 已经是晚霞漫天 映照在波光淋淋的海面上 分外绚烂 我忍不住在我最喜欢的小阳台上拍了张照片 发朋友圈 晚霞真美 故事烂尾 已分手 祝各自安好 也许是因为上个月才刚发了婚礼的电子请柬 没几分钟 评论区就有了一百多条回复 知情的朋友们纷纷祝贺我 不知情的同事和客户们一边安慰我一边旁敲侧击的吃瓜 就连我的boss周玉白都评论了一条 恭喜 在找男朋友的时候 我可以排第一个吗 我忍俊不禁 没想到周玉白这种清冷的像高领之花一般的人也会开玩笑 好呀 给周总一个VVIP的号码牌 刚评论完 陈嘉文下一秒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那个周玉白是什么意思 你离他远点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他语气里带着不爽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一直都看不惯周总 曾经的我总是哄着他来 但如今 我没有必要包容他的小孩子脾气了 说完了吗 没事的话我挂了 哦 对了 以后也不必再打来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永远地在对方的好友列表里躺尸 陈嘉文的自尊心仿佛被我刺痛了 他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 好几年没有回来住 我以为我会不习惯 没想到却睡得很是香甜 直到后半夜被手机的疯狂震动吵醒 是酒吧的酒保 说陈嘉文喝醉了 他手机里微信置顶是我 贝珠又是亲亲老婆 就打了过来 酒保说他们要打样了 让我去接人 不好意思 我们分手了 你找别人吧 我打发了酒保 却也被他的话提醒了 我改掉备注 取消了置顶 换掉了情侣头像 将手机关机之后 重新闭上了眼睛 06 距离上次半夜被酒保吵醒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陈嘉文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他似乎终于学会了当一个合格的前任 我以为 我们会就这样彼此 在对方的生活里体面的退场 没想到在我和周玉白出差的时候 陈嘉文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房子的密码你改成多少了 告诉我一下 临时要招待一位大客户 来不及准备 借你一瓶红酒用用 我满意的将签好的合同收起来 耸了耸肩 说告诉不了 你想别的办法吧 故时宜 就算分手了 我们总还是朋友吧 这点忙你都不愿意帮 陈嘉文语气不好的指责 房子我卖了 想知道密码 你去找新房主问吧 说完 我不等他开口 就率先挂断了电话 他纠缠你 用我帮忙吗 周玉白西装革履 皱着眉头的样子 很有气势 我摇摇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自从分手之后 这位一向高冷寡言的大boss 似乎对我格外照顾 别担心 周总 我搞得定 不会耽误工作的 听我这么说 周玉白似乎很苦恼地叹了一口气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眼神深邃地看着我笨蛋 我是在担心你 周 周总 我被看得一阵脸红心慌 周玉白低声笑了笑 不是说要给我一个VVIP号码牌吗 不算数了 我震惊地瞪大眼睛 反乘的车上 我假装闭目养神 脑子里面乱糟糟的一片 但出差这几天已经把我累得疲惫不堪 渐渐地 我竟然真的放松身体 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四周一片漆黑 我迷迷糊糊地往温暖舒适 枕得格外舒服的热源上蹭了蹭 醒了 带着笑意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我猛了一瞬 然后一下子清醒过来 脸色爆红地从周玉白的大腿上坐起来 周总 对不起 我拍了拍脸蛋 只觉得这车厢里的气氛让人待不住 打开车门就麻利下了车 麻烦你送我回来 谢谢周总 周总再见 故时宜 周玉白叫住了转身要跑的我 我是认真的 而且是在必得 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放下他 我一愣 摇头笑了笑陈嘉文他 早已是过去世了 周玉白的车开走了 我缓缓吐了一口气 转身往家走 阴影处 陈嘉文却脸色难看 卖了出来 吓了我一跳 什么叫过去世 他语气里怒火滔天 故时宜 老子才特么跟你分手一个月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无缝衔接是吧 好 你好得很 是不是我们分手之前 你就和那个狗男人勾搭在一起了 07 陈嘉文的眼镜 红得像是兔子 他泪窝子浅 只要一情绪激动得很了 就眼眶通红 眼泪在里面滴溜溜的打转 看起来可怜又可爱 我之前只要一看到他这样 就总是心疼得要命 退让着不去和他吵 但今天 我却冷冰冰的 视若无物 分手之前 就和别人勾搭在一起的 不是你吗 陈嘉文一下子哑了火 他烦躁的抓了抓头发 我和田田什么也没有 那就是我干妹妹而已 你如果不喜欢 我就把他拉黑 以后再也不和他接触了 他咬着牙妥协 我摇摇头 叹了一口气 何必呢 当初我介意他的这个干妹妹的时候 他一口咬定是我小心眼 说那是他邻居家的孩子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就和亲妹妹一样 如今我不在意了 但妹妹还是情妹妹都与我无关 陈嘉文却又巴巴地跑过来 承诺要划清界限 随便你 我绕开他 往家里走 虽然在车上睡了一觉 但几日的劳累仍然让我浑身疲惫 我没有心情陪他继续玩 他淘汰追 他插翅南非的爱情游戏 只想好好休息 可陈嘉文却执拗地不肯放弃 他一直跟着我 在我要关门的时候 将手死死扒在门框上 我差点夹到他的手 陈嘉文 你幼不幼稚 我冷下脸 他眼尖地看见鞋架上的男士拖鞋 气势汹汹 看向我 你们住在一起了 我还没等回答 他就冲进屋子里 去洗漱台看了一圈 情侣的牙背牙刷 然后又去我的卧室 打开衣柜 发现了男士的睡衣和内裤 他的眼神像是要吃了我一样 故时宜 你有没有心 我们在一起八年 才刚分开 你就和别的男人滚在一起 我看到他找出来的东西 惊讶地挑眉 这些东西 他不找 我都忘了 其实都是当年 我给陈嘉文预备的 谁知道他不喜欢这里 就没有用上 你都带走吧 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之前以为你会住进来 陈嘉文一愣 浑身的气势 像是被扎了的气球一样 扁了下去 对不起啊 我都不知道你之前做了这些 无所谓 我不在意的白白手 我曾经为他做的事 又何止这一件 你不要的话 走的时候麻烦帮我扔掉 也不知道我的这句话 戳到了他的哪根神经 他的脸色又阴沉起来 扔掉干什么 怕周玉白看到 还是要把他的东西换进来 他有什么好 天天西装革履的 像是个衣冠禽兽 一把年纪了还不结婚 说不定身体有什么问题 顾时宜 我不许你和那个老男人在一起 陈嘉文霸道的耍着小孩子脾气 他心里很不爽 大概是觉得我和他分手之后 就会孤独终老了吧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追求者出现 尤其是这个男人 还比他优秀许多 我头疼的捏了捏没心 再次提醒他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没有资格来命令我 他的脸色黑得难看 我是关心你 那个男人老奸巨滑 我怕你被他骗 那也无你无关 陈嘉文 别再来烦我了 过你自己的生活不好吗 别让我觉得 当初和你在一起 是一个错误 我苦口婆心地劝 可他的神情却一点一点更加难看 行 陈嘉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指尖都气得发抖 我以后要是再找你 我特么就是挑狗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08 周玉白开始约我去看演唱会 是一个我完全没听过名字的年轻摇滚歌手 他穿着白色的T恤 休闲裤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大学生 和平日理严肃高冷的模样 大相径庭 周玉白被我的视线看得不自在地 压了压冒言怎么了 现场的气氛很嗨 四周歌迷的叫嚷声震耳欲聋 我凑近他的耳朵 大声问周总 你不喜欢这种场合吧 还好 他嘴唇紧敏 在狂欢的氛围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我忍俊不禁 觉得他忍耐的模样比演唱会可好玩多了 按搓搓偷拍一张侧脸 发朋友圈 看演唱会的周总 没一会儿 公司同事齐刷刷地回了一排问好 问周总是不是被人绑架了 如果是 就眨眨眼 他们出五毛钱就他 我正笑眯眯地看评论 一刷新 陈嘉文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他和几个长腿妹妹的暧昧照片 我随意扫了一眼就滑了过去 第二个周末 周玉白约我去迪士尼 我看着他一本正经带着迷老鼠发姑的样子 笑得肚子疼 周总 没看出来 你私底下竟然爱好这么年轻吗 周玉白被我笑得发毛 眉眼间露出几分懊恼 抱歉 我以为你喜欢这些 我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他应该是打听了一下陈嘉文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努力在迎合我 我心里一酸 和陈嘉文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我在包容他 照顾他 原来被人迁就的滋味这么美好 我调整好情绪 对周玉白笑颜如花 我是很喜欢 走吧 周总 一起去玩过山车 周玉白听到过山车的时候 身体僵了一下 我又忍不住憋笑 糟糕 我摸了摸眼角 再这样下去 涂再贵的眼霜也要长皱纹的 从急速光轮上下来 我又偷拍了一张神色恍惚的周玉白 屏蔽他之后 发了条朋友圈 带米奇发姑 坐过山车的周总 同事们再次炸了锅 而陈嘉文像是住在我朋友圈里一样 我刚发完的下一秒 他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恋爱官宣的朋友圈 我指尖停顿了一秒 把陈嘉文给拉黑了 既然他有了新女友 那么从此就回归陌生人吧 怎么了 公司里有事 周玉白走过来问我 我摇摇头 那怎么皱着眉 他伸出修长的食指 抚平我的眉心 我居然皱眉了吗 很快 我就忘了这回事 周玉白的约会项目真的很多 我每个周末都被他安排的满满的 同事们也开始戏称我为老板娘 我的朋友圈解锁了越来越多的照片 带小猫围裙做饭的周总 打牌输掉被贴得满脸白条的周总 满头大汉修理下水道的周总 突然有一天 快下班的时候 一个看上去很眼熟的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 喂 你好 我是顾时宜 我接起电话 公事公办的说 电话对面沉默了一瞬 然后传来陈嘉文的声音分手了 对我不至于这么冷淡吧 有什么事 照相馆联系不上你 把婚纱照寄到我这儿来了 我仔细回忆 似乎是有这么回事 办公室外 周玉白轻轻敲了敲玻璃 示意我跟他一起吃晚饭 我停止了思绪 随口回到你随便处理吧 我不需要了 没事我挂了 等等 陈嘉文语气急促的问 为什么给我拉黑了 是不是周玉白干涉你的交友 我一阵莫名其妙 和周总有什么关系 你能别发疯吗 上次是谁说 在联系我就是狗的 我要奔赴新的生活 向前看了 希望你也是 陈嘉文声音发颤 带着哭腔 在电话那头汪汪两声 我是小狗 十一姐 我后悔了 没有你的日子 我难受的要发疯了 求求你 别和周玉白在一起 我们结婚吧 好不好 09 我想我是真的搞不懂年轻人了 当初 说受不了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他 现在 痛哭流涕想要挽回的人还是他 破碎掉的感情 难道哭几声就能修修补补重新用吗 我没有回应他 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而刚和周玉白手牵手走出公司大厦 陈嘉文却抱着吉他冲了过来 他的头发凌乱 脸色憔悴 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十一姐 我想你了 他的视线牢牢锁定在我和周玉白十指相扣的手上 表情委屈 好像我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渣女 请你让开 我们要去吃饭了 我神色冷淡 陈嘉文一如当年固执地站在我车前的模样 嘴唇紧敏 一动也不肯动 四周吃瓜群众的视线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 我不想成为第二天的公司头条 烦躁地掏出手机 再不走 我报警了 陈嘉文浑身一震 似乎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我现在连看看你都不行吗 他眼睛通红 周玉白按下我要拨号的手 对我说我来和他聊聊 这里交给我 你先去车里等着 我一步三回头 生怕两个人打起来 陈嘉文充满敌意地看着周玉白 看上去很想用手中的吉他砸他的头 我不怀疑周玉白谈判的能力 无数十分难缠的客户都败倒在他的西装裤下 服服贴贴 只是没想到居然结束得这么快 我才在车里等了五分钟 周玉白就回来了 周总不会是甩给他五百万 让他离开我吧 我笑眼弯弯 惊诧地打去他 调皮 周玉白无奈地弹了我一下额头 过来附身给我系好安全带 我只是告诉他 婚姻就是柴米油盐 人间烟火 有了孩子之后 还有屎尿屁 这种生活不止八年 还要一直过到八十岁 他是不是真的做好了思想准备 我笑容渐渐淡去 周玉白握住了我的手 他听完之后 什么也没有说 转身就走了 时宜 他没信心给你一个安稳的未来 但我有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一直照顾到你八十岁吗 我转过头 看向周玉白的侧脸 他一直都这么可靠 这算是求婚吗 我轻轻问 是我已经赌书一次了 我知道我的错 八年前我不该让他节足先登 我看着周玉白神色紧张的模样 调皮的一笑 哪有人求婚 这么随随便便的 下次再说楼 十 我和周玉白的婚礼定在十月 整个被婚的过程都没用我来操心 他说我只需要安安静静的等着当最漂亮的新娘子 婚纱店的老板娘还记得我 他说我这次眼光不错 新郎又帅又可靠 比之前的那个强多了 我看向郑和设计师讨论婚纱样式的男人 微微一笑 谁还没有个脑子进水的时候呢 那时我风风火火的自己挑选所有的结婚用品 陈嘉文不耐烦参与 也不耐烦听我说那些鸡毛蒜皮 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是做梦一样 我和周玉白的婚礼现场 是中式的 十分具有仪式感 八台大叫 夫妻对拜 掀起盖头 隆重而盛大 我没有邀请陈嘉文 但喝交杯酒的时候 我的余光扫见他安静静的坐在角落里 怎么了 周玉白敲声问我 我摇摇头 转头看向面前眼睛里 满是我倒影的男人 他今天完全不复公司里 沉着镇定的模样 激动的眼眶发红 嗓音颤抖 额头上的细汗就没有消下去过 我的心似乎重新被填满了 在思乙里程的声音中 我闭上眼睛 全心全意的和他拥吻在一起 十一 周玉白翻外 人们常说真爱的第一个征兆 在男孩身上是胆怯 在女孩身上是大胆 我一直都不理解 喜欢谁就应该勇敢的去追 胆怯只会让幸福从指尖溜走 直到我遇见了顾十一 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像是一汪水 又柔情 又坚韧 在一众新招来的实习生里 漂亮的眨眼 他眉眼弯弯的对着我叫周总好 我强自镇定的点了点头 心脏却砰砰砰的 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 活了二十八年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心动 我不动声色的将他安排进我的项目组里 帮他应付难缠的客户 教他专业上的技巧 他飞速成长起来 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 优秀的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准备了鲜花 打算在他生日那天表白 没想到 只是一错眼的功夫 我看上的姑娘 就被别人给追走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 那个男孩跟他不合适 他太年轻了 完全不懂什么叫做责任 只会凭着一枪孤勇往前冲 他会被扯得遍体鳞伤 那一夜 我像个跟踪狂一样 在酒吧的角落里 看着他 为他弹吉他唱歌 一杯一杯 喝到烂醉 我默默关注了他八年 将爱意藏在心底 他甜蜜的时候 我心如刀割 可我更怕他痛苦 我眼睁睁看着他 眼神里被我浇灌出的光芒和自信 一点一点的消失 他有什么资格伤害他 周总 我们要结婚了 这是给你的喜糖和请柬 一定要来哦 他笑得一脸幸福 我的心却像是破了一个大洞 寒风瑟瑟 遍体生寒 好的 我机械地回答 在他转身出去的时候 又叫住他 怎么了 他疑惑地问 我张了张嘴 在他询问的目光中 艰难的开口 一定要幸福啊 谢谢周总 他眉眼弯弯 你也是 我红了眼眶 我开始更加疯狂工作 麻痹自己 加班加到昏天暗地 秘书来给我送咖啡 我揉了揉眉心 起身出去走一走 路过茶水间 我听见里面有人在小声八卦 小狼狗小奶狗统统不靠谱啊 八年都能分手 你知道什么 一般恋爱谈得越长越成不了 成不了早说啊 把我们十一姐的青春都给浪费了 我一愣 飞速拿出手机翻找 看到他发分手朋友圈的那一刻 我卑鄙的内心狂喜 几乎是下一瞬 我的评论就发了出去 在找男朋友的时候 我可以排第一个吗 上天怜悯 给了我一线曙光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错过